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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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步再放慢一些 我應該學會拒絕 當你忽然帶走了這一切 眼前的空氣也突然凝結 最後的了解 是什麼讓我哽咽 在你告別的雨夜 我也時常記得 那是一個無人的街 記憶忽然像潮水般將我泯滅 我該如何堅守這一份堅決 如果能再見 如果能再回到從前 再回到你不曾離開的那個瞬間 如果說再留戀 也不能忘回了世界 我該如何度過想你的季節 我該如何走過沒有你的夜 我好 她是什麼人 這個壞女人我憑什麼尊重她 就憑她是我的未婚妻 從今往後她再也不是你的兒媳婦了 如果你敢動她一個寒冒 我對你不客氣 你 我們走 你們 你們這對狗男女 把我兒子徹底給毀了 還這麼嚣張 我求你別再說了 我跟他們騙了我 我求你 我 我 要不是因為他們咱們一下就不會死 你知道嗎 就算我求你老婆 你 你居然為了那麼一個女人來給我下跪 我 我 我真是搬養你了 沒出息 我也不知道我現在為什麼哭 明明離婚了 但為什麼都擺脫不了這種悲哀的生活 我還是到處連累我的家人 讓他們 我媽一直為我 為我操心 到老了 我 都沒有想一天的福 我爸 我爸的最好面子 可是 我卻讓他丟臉 我真的好不孝 好不孝 我 李總 我不想讓你看到我這樣 我不想 不孝 無論你變成什麼樣子 有事你我都愛 哭着小黄猫了 不要哭了 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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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睡了吗 这些年来 嘉玲在我们家受的罪 还不够多吗 我都已经听你话 跟她离婚了 你为什么 还要不依不饶地 一直伤害她 你明明知道 易轩的事 是她最痛苦的回忆 为什么你还要在她伤口上 继续撒盐呢 我真的欠她太多了 就算用我这条命也还不清 我遇见她之前 是不知道家庭可以这么温暖的 是她的温暖和善良 让我突然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可以这么美好 我 家庭是真心爱我的 她把她的所有都给了我 而我 却在她最脆弱无助 哭着向我求救的时候 却把她推开了 甚至做了那些 不值得被原谅的事 马嘉玲是无辜的 是我这些年的自死 和冷漠 害死了易轩 是 是我毁了这个家 妈 求你别再这么折磨她了好吗 你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 我的罪恶感会加重 祝她我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我只要是 我只能忍住 你 我只能忍住 你 我只能忍住 你 你 我只能忍住 我只能忍住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上班 拜托 我请问你 万嘉玲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 就算你想挽回她 也不至于把自己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吧 妈 我现在只想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开开心心地过生活 请你尊重我的选择 喂 到底见谁啊 这么神秘 那你今天不用来上班吗 晚饭时候回来 到时候会给你惊喜 好期待啊 那您可要早点回来啊 放心吧 我会的 等我啊 快去吧 陆先生 你现在这个时候打给我有什么事情啊 我想问一问 手艺精湛又颜值高超的万嘉玲小姐下午有空吗 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去一个地方 去哪里啊 我想约你吃好吃的 好啊 那待会儿见 哇 好美啊 冰激凌 我之前经过这里啊 就在想 要是有一天跟你来吃 那个有多好 原来是你这个吃货 找原因让我陪你完成愿望 好 如果一直能看到你这么笑 那该有多好 那你每天都带我来吃好吃的 就对了 有打算换一个地方生活吗 没有啊 干嘛要走 在这里三十多年了 爸爸妈妈朋友家人都在 突然间搬去另外一个地方 绝对有点不太习惯 应该没有那个想法吧 干嘛问这个啊 没有 我刚刚说到美国那边一个研究所的提供了 正在考虑当中 考虑当中 听起来是个好消息啊 是做一些脑肿瘤领域的医学研究 脑肿瘤 不是你最喜欢的那一科吗 你应该要去啊 你会想跟我一起去美国吗 我 美国啊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工作 国内有很多像这样的研究中心 我也可以在这儿找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要去啊 美国那边资源什么的东西 都要好一点 谢谢 我那方面呢 你给我多点时间考虑一下吧 好 但是你不要为难自己 也说不定啊 因为我没去过美国 可能我喜欢不想回来了呢 谢谢你 嘉琳 谢谢你 嘉琳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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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刚刚去哪儿了 这是我跟嘉琳之间的事 跟你没有关系 随便问问而已 我认识的宋乔迟字典里面 没有随便这两个字 你一直在等我们 到底有什么话要说 只是想来看看她 看她好不好 她很好 她的外表虽然看起来很软弱 但是她内心很坚强 好 那就好 如果你真的希望她好 就接受治疗吧 这是我自己的事 与你无关 怎么与我无关 如果她今天知道你得病快要死了 你觉得她还能安心地幸福下去吗 她 你是不是担心她一旦知道 你就留不下她了 我绝对不会因为你得病而退让 很好 一定要让她幸福 好 记住爸爸跟你说的啊 到妈妈家一定跟妈妈亲口姐的事 好 去吧 我这个婚礼推迟了 哎 我这个婚礼推迟了 哎 哎 吃啊 好 小冯总 妈妈 爸爸说我可以来 我连早饭都没吃就过来了 我都饿死了 妈妈给您做 好 好 哎 大姨父啊 我那个婚礼推迟了 啊 没为什么 没为什么啊 我挂了 谢谢您啊 寺庙吃完饭 我会送她去学校的 哎 得说谢谢的 其实是我 她妈这两天罢工了 家里没人做饭 这孩子天天跟我们一块吃外卖 没怎么好好吃饭 没怎么好好吃饭 我们也没怎么好好吃饭 进去吧 嗯 想吃什么好吃的 我想吃土豆 还有精文虾 爸爸再见 爸爸也饿呀 扔得真准啊 反正原始文件 电台留着 给你是为了让你俩看自己嘴脸 反省一下自己 反省 必须深刻反省 谢谢晴天啊 你个骗子 李娜 李娜 你听我说呀 这 你说咱们俩现在结婚 谁会祝福咱们俩 啊 我何尝不想马上结婚呢 我这婚期推移 它都是权宜之计 贾乐哥 啊 我在这儿装了半天孙子了啊 我不就未拿这个吗 跟我甩脸子 行 你们一个个真行啊 佳妮 你别走那么快 你现在怀孕了 怎么还穿高鞋呢 你摔倒怎么办 要你管 我担心你肚子里的孩子嘛 你妈没告诉你啊 告诉我什么 你自己问她去 别跟着我 烦死了 佳妮 你慢点 请问这个鞋子是几个月的孩子穿的 这是给三个月到六个月的小孩穿的 能帮我拿上新的吗 可以 你看这鞋多好看 以后咱的女儿一定要穿得跟公主一样 谁跟你咱的女儿啊 我的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 再说了 你怎么知道是女孩 人家说了啊 怀孕的时候肚子渐渐渐的就是儿子啊 圆圆的就是女儿啊 你扯什么呢 你懂这些啊 王早说的 难道是儿子 儿子女儿跟你都没关系 我venth 家妮 你看这回衣服好不好看 你现在肚子越来越大了 应该背点衣服了 你怎么比我妈还啰嗦啊 走开了 不 这不好看吗这个 好看你自己穿 你 你走慢点 我拿 你 你给我吧 不是 你走慢点 行不行 你走那么快 你练体人三项的 行 李子明 反正你迟早会知道 我就告诉你了 我把你卖了 从今以后 你再也不是孩子的爸爸 好了好了 你别老说这种话 你这孩子会听到 要看看吗 好 我拿了你妈的钱 五百万 从今以后 我们就装作不认识 我很快会离开公司 我见你 你疯了吧 干吗要辞职啊 我是什么误解吗 你随随便便把我给卖了 我就是那么一个现实的女人 我就是爱钱 跟钱比起来 你算什么 我可是HS集团的董事长独生子啊 你只冲了五百万 你是不是傻 如果要寄生财产的话 你知道多少钱吗 李子民 你听不懂我说什么吗 我说我把你卖了 把你卖了 把你骂了 你不生气啊 我生气 我妈怎么就不改 她这个脾气呢 佳妮 我知道你是怕她纠缠你 如果你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心 拒绝她的话 她肯定会闹得更大 不过我的眼光还是很独到的嘛 小宝宝 以后你要向妈妈多一点 知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因为钱 我就是喜欢钱 你不是啊 我承认 在认识你之前 我是交过很多女朋友 我也知道他们只是冲了我的钱 但你不一样啊 我纠缠你 不是因为你肚子里 怀了我的孩子 说实话 我对做父亲 没有任何信心 但是我会努力的 这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想这么努力 去做一件事情 没想到我 国家的龄 只有十年 你比如说 我不是这样的人 你不是什么呀 你不是这样的人 我不是这样的人 没有想让人 你 Bad girlfriend 就是这样的 我 Parce自己 你不是这样的人 我不是这样的人 姑婆 你不是说过吗 孕妇也得上班啊 这样就可以 也不用去看别人的脸色生活了 谢谢你相信我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在一起 我收了你妈的钱 还有三百万没有拿到 所以我们保持距离 快来看 这不是网上特别火的那个万嘉玲吗 你看都出书了 是啊 我一直在看她的博客 我还按照她的菜谱 每天给老公做爱新便当 既好吃又好看 她们同事都特别羡慕 是吗 那我也买一本去 好啊 原来那么多人喜欢我的书啊 是啊 现在很多读者啊 不但喜欢书里的菜式和做法 也对书的作者本人啊 也特别感兴趣 她们都说你 既有传统女性的贤惠 也兼备了现代女性的独立 对了 很多朋友啊 都在呼吁作者能够办签售会 如果你答应的话呢 我立马去办 那就又麻烦你了吧 哪里的话 应该感谢你才对 便利店盒饭 对啊 我打算把咱们的饭菜 做盛口饭在便利店里出售 一定很受欢迎 前一段时间 我做了一下市场的调研 发现周边的白领 对于便当的需求量 非常的大 这样的话 咱们可以把咱们便当 在周边来扑货 一来可以增加咱们的客流量 二来 可以达向小团圆的名气 前一段时间 这边的负责人 一直跟咱们有联系 不过后来他们因为 咱们比赛失利的原因 打算放弃跟咱们合作 后来又主动联系上了咱们 之前怎么没跟我说过呢 这也太突然了 之前 我怕不会成功 所以没跟你讲 你不会反对吧 当然不反对 多好的事啊 你自己偷偷做了这么多的事 还把店里打理得那么好 一定很辛苦吧 不会啊 我也想你能赚更多的钱 早一点把寺庙接回来 我可不想明天晚上看见你 还生叹气的 能遇到你 我真的实在是太幸运了 是吗 我也这样觉得 我的意思是说 能遇见你才是我最大的幸运 你快点研究一下新菜单 赚多多的钱 这样我才能去干自己的事 你做什么事啊 以后再告诉你 这个配置还不错 你看一下 这款理财产品的收益啊 其实是特别划算的 这是我们银行刚刚推出的 我觉得特别适合 您现在买 您可以 好好好 姑娘 我是你们银行几十年的老客户了 这你知道吧 知道 那如果别的家银行 推出更好的产品 那我就直接跟你们解约了啊 您放心 绝对不会有 你看 这么老晚了 还让你跑一趟 真是不好意思 没事 我店里啊 最近特别忙 我就没有时间去银行 所以只能麻烦你来了啊 没关系 我回家正好路过着 顺便的事 您前阵子那个定期存款 为什么提前取了呀 都快到期了 您现在取太可惜了 不是 不是 什么存款呀 这是你太太明在那笔存款呀 她说有急事啊 这提前取了 什么 小城故事多 重复充满喜和乐 又是你到小城来 孙老太婆 我有事问你 我有事问你 干什么呢 现在是我的休息时间 我在听音乐呢 干什么 我在抓小偷 你把我的钱放哪儿了 还给我 找什么小偷啊 那钱是我的 你的 那是我身份证丢了 我才记得你的名下的 存在你的户头里 怎么就变成你的了 还给我 现在 马上 我要是不拿呢 既然你把话都挑明了 那我也跟你说清楚 免得你闷在肚子里难受 告诉你 如果要分家产的话 我应该有一半 你说什么 分家产 还有你一半 你疯了 你一猜疯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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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清醒得很 我跟你在一起 把那个四平方米的小店 做到今天这么大的场面 我没吃好 没穿好 没日没夜地干到今天 我告诉你 我的付出不比你少 不光如此 我还照顾你一家老小的起居呢 如果要受功劳 我应该有一大半 把我那一半拿给我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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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干我那一半拿给我 咻 霓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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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哩霜 霓哩霓 霓哩霜 霓哩霉 霓哩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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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霓哩霓哩內敌 听我说啊 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谁也不许提前走 听到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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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今天是宋经理的欢迎会 一定要把这杯干了 干 对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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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干一个 来来来来 干 干 干 好 好 好 来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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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豆龙 大牛献子 干 干 干 太好了 太好了 好 闭上眼睛随着你飞向天空 空 妈妈你唱跑调了 重唱一遍 怎么会呢 你嫉妒我吧 大爸 我们有没有唱错啊 下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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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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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五 三 三 佳麟 我想一个人静一下 你上去吧 我叫你上去 乔迟 乔迟 你醒醒啊 你醒醒啊 乔迟 乔迟你醒醒啊 乔迟 乔迟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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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陆阳 发生什么事了 乔迟他晕倒了 他现在在急救 我马上过去 乔迟他没事吧 病人的情况现在已经稳定了 他是不是喝酒了 是他喝酒 病人现在的情况不能喝酒的 那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他 杨队长 陆阳 他 他没事 他没事 宋小植他没什么大碍吧 病人患有震发性 时尚性 心动波速 这一次昏迷主要是情绪激动和喝酒导致的 心脏病 严重吧 这是比较常见的病情 患者平时注意情绪的控制 还要少喝酒 不要做剧烈的运动 没什么大碍 放心吧 他真的没事吧 放心吧 случ il kann 你说 学生 夏丽 宋小植已经没有大碍了 时间也不早了 明天又工作 我送你回去吧 我没事 我再待一会儿 你先回去吧 我送你回去吧 等一下我回来陪敲吃 如果你真的不放心的话 等他醒了我打电话给你 我没有不放心 我只是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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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吧 我来 谢谢 水来了 可以吗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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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 为什么要喝酒啊 还去那么乱的地方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说 我不想从你那里得到任何东西 过去我已经亏欠你太多了 一轩的离开也不是你的责任 是我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该多好 我可以好好做一个父亲 做一个丈夫 下辈子吧 下辈子吧 我现在只想 只想好好地在远方看着你幸福快乐 你放心 我会幸福的 我会幸福的 你先把佳麟带回去吧 我要休息了 那我先走了 有事打电话给我吧 有事打电话给我吧 我太忙了 有事明天再说吧 这是我的辞职报告 我也帮你找了一位更合适的秘书 什么 你要辞职 我张一迪对你不保啊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您是对我不保 从十七岁到现在 您负担了我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 当然 这些年来 我也帮您做了很多事情 您的这些恩惠 我也算报答轻了 现在该是我走的时候了 这就算报答完了吗 说吧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现在只想离开 我现在只想离开 你不就是想要我们乔迟吗 好 我答应你 答应你做我的儿媳妇 还不行吗 当我们遇见一个人 她有双透明的眼睛 像远处的灯排 指引我几 잔 有一首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